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真實心中的想法 還有就是媒體上面所講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媒體 當然大家都在這邊恭賀 準備要創新高了 這個位置當然站上17743 就17500原本的壓力變支撐 對吧 好 這個壓力變支撐以後 當然就是要挑戰兩年前的高點 對不對 18619 那我當時講過了 這個地方做一個等距的測幅 就攻上去吧 這邊是一個大中計 N字等距的測幅 越過那18219 然後這裡在日線的級別上 越過前高它帶來一個震盪 所以現在回頭來講 我們之前所跟各位分享的 有的人問我說為什麼指數已經來到18000 我沒有感覺到我的股票在上呢 那有幾個原因就是 我們前天有跟各位說 你的股票可能是兩年前的長榮嗎 230嘛 或者你的股票可能是三個月之前的偽創 160對不對 大概160 那這個地方也有可能是三年前的敦泰 對不對 不是這個位置 三年前的敦泰在這邊 298嘛 299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漲上來 沒有感覺到你自己在做解套 距離這麼遠 或者是說 你的股票可能是恒大對不對 當時在19.5 現在在這個位置 拉五根還沒有回到當時的一半 所以這個時候大盤要來挑戰前高 就會比較無感 這個時候 我們用數學上的說法來這樣子講 當初越過18000點的時候 去供18619 台灣有大概將近快要2000家公司 有1000家公司 比方說在提供當時的一個上工的力道 那可能剩下的1000家公司 躺在地上它沒有動 如今拉到這些躺在地上 當時躺在地上的股票的時候 它提供了指數 比方說你金融股提供了指數 可是有的人他可能在這個地方 他就感覺不到 所以我獨牌綜藝 我知道就是說現在市場上 現在的氣氛是怎麼樣 大部分的同業都在加緊促銷 那麼年底的時候 希望帶給你一個大紅包 可是你會看到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像有一些投資人 我講說你們的心態 你們回家以後遇到小朋友 把你今天賺多少錢 那你去上班的時候 一定有人跟你講說 哇羅董啊對不對 賺翻啊 18000點要來啦 你的時代要來了 要換I7啦 明年要換什麼車啊 然後就 大家都覺得你賺很多錢 每個人都覺得你賺很多錢 老回家老婆跟你講賺多少錢 這個月股市就創新高了 賺翻了 但其實如人飲水人短自知 很多的朋友他不見得有賺到錢 這就是我講的 就是又或者說 你一定會看到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我早就跟你說會上去了 你看吧 準備要上看2萬點對不對 喊得很大 比方說我也可以跟你說 我上看2萬點之類的 上看2萬5千點 那可能就是喊得這個氣勢如虹 你會覺得說 哇這個老師好厲害 好有魄力 但是很可惜 真正的一個績效 應該是要站出來 拿出昨天成交的星光鋼 來跟你說 那我們昨天把安國都出掉了 買了星光鋼4000張 那你今天就是第一名啊 對不對 所以我其實跟全國的投資朋友們 講一句話 就是說你看節目 我希望你看到最後變成內行人 有的人看節目會研究股票 他研究10年還是外行 對不對 輸贏從來都不是指數決定的 從來都不是 對吧 如果說指數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輸贏的話 那太簡單了 對吧 你想像看 道瓊他30年前才多少 一千 一兩千點而已 現在已經3萬點了 十幾倍 對不對 那我問各位 假設說你買美股 買到現在你都不賣的話 說不定你才贏華人巴菲特 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子啊 30年前你可能買的股票到現在還在不在都是個問題啊 你如果時光到回20幾年前 你叫你去追搞不好你買Nokia 對不對 打抗的時代說不定你認為Yahoo是未來的霸主啊 誰知道到時候他就消失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指數就是這樣子的 我現在講一下真實的情況啦 這邊創新高嘛 來我們來看幾個現象 來第一個安國 看到沒有 這我就是當時跟各位講嘛 你的慣性就是三天之內要創新高 你不創新高就是要出 所以說趨勢線跟日落這件事情是很有效喔 第一次有效的日落在這裡 對吧 第一次收在前一根低點的下方嘛 你說這種收黑都沒有收在前一根低點的下方 第一次有效的日落就這一根 你看老師日落沒有用啊 它噴出去了啊 那它也跑不遠啊 假設這個日落你把它出掉 就算你沒有出在103最高點 你在這個天開始你把錢挪到其他的地方 不管你買誰 買現在正在動的股票 是不是都比你過去八個交易是報紙安國好多了 對不對 因為你現在這個地方要看啊 它這裡已經變成說 週級別收了一根黑棒 那老師黑棒還好啊 可是它這根黑棒是不過前高的黑棒啊 它上禮拜高點沒有過啊 它是不過前高的黑棒喔 因為你要想說這檔股票 它今天是11月漲上來的 11月漲上來的戴長紅過前高 那下一根月K棒是什麼 空投抵抗 過高的K棒的下一根一定是空投抵抗嘛 那12月我就甩你就好了 我把你甩的七雲八素就好了 對不對 最好賺的一定是這一根嘛 因為它這是日出第一根 下一個人已經最好賺了 你過得高就是空底了啦 那再來有出現幾個現象 比方說我們看一下 好空底就像什麼 你說系統有跌嗎 沒有跌啊 假突破在這邊嘛對不對 好那你看喔 假突破出來以後 有一個破景線在這裡 可是你說它破景線也不殺 但是它整個兩個月都在這邊震盪啊 就一直震 一直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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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震一直震一直震 一直震對不對 一直震一直震一直震 一直震 沒有那種拉出空間的快感 對不對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拉出空間那種盤 是最容易賺到錢的嘛 你如果是在一個區間裡面來回震盪 還是可以賺錢 但是你就是要高出低進 那必須是在一種條件之下 打從一開始你就認為 它過不了這個趨勢 那你才能高出低進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趨勢盤的話 你一定追了啦 追了你就會追到昨天漲停 對吧 今天就一根藏黑嘛 再者你看 音樂達灌開了以後 他直接就殺下去了 那為什麼尾盤的停損單 是在這邊的一個大賣單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開高壓回過程當中 當充客一直低接 一直低接 一直低接 最後一盤停損 所以當充客最後一盤停損在這邊 下禮拜一如果直接開上來 開在它這個收盤價的上方開上來 開在這個範圍之內 收一個小紅的話 三天就直穩了 因為我們說每一天的關鍵價 都是當充客灌出來的 不管轉強轉弱都一樣 那這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現在市場上主要就是當充的力量 有的股票你在急拉的時候 不是買盤真的在買 是當充客當天尾盤 盤中在做回補 在回補 今天很多鋼鐵股都這樣子 開高遠去空 有沒有 有沒有 這一段這種急拉上去的 有沒有 像這種急拉上去的 開高遠空 急拉上去的第一段空單回補 第二段攻上去是鎖隔日沖的 盤中被炸開 最後這個買盤還是真的 那所以這裡可想而知 指數創新高很多人是沒有賺到錢 那我現在就來直接告訴各位 我們現在講的 就是所謂換股這件事情 是今天的這個險學 好 那我現在來講的 你要抬心科 先看抬心科 昨天說漲停嘛對不對 今天短線上 多頭抵抗會怎麼看 如果你抓近的 這個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我們來講抓近的 這是60分鐘的級別 對不對 你看你都還等不到那一天 你都還等不到9點那一根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會怎麼看 就是說鎖隔日沖的券商比較多的話 隔天出來最多給它15分鐘 因為15分鐘等於10分K 再加第二個10分K 你如果第二根灌破第一根 代表這個要回平盤了 此乃其一 其二的話你該怎麼運作 就是說我們看大盤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指數的結構是正常的 但是個股常常出現這種甩動的狀況 就是代表盤中已經出現 什麼樣的一個現象 這個盤中已經出現就是 個股在做資金轉換的現象 這個資金轉換 就像我跟各位講的 有的股票你漲多了 有的人賺很多 他的錢會移到下一支股票 以今天來講 錢移得很明顯 因為前波的強勢股 幾乎黨黨都在做轉移 但是電子股在這邊就結束了嗎 其實並沒有 因為真正最重要的是誰 是聯發科 他根本就沒有結束了 被他帶動的是誰 是大力光有沒有 大力光他今天這根小黑K棒 只是稍微把昨天的整理 稍微化解一下而已 你看大力光的週級別有沒有 好 他週級別過高 那下個禮拜他可能會做空頭抵抗 就稍微震盪一下 但是下個禮拜我們說 過了元旦以後 應該就有機會走出一個 波瀾鑽闊的行情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來講 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退一個2023年 2024年的復甦 那麼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在兩年前越過 1萬8000點的那一次 市場上只用到了部分的股票 包括你今年看到的技嘉廣達偽創 在那個時代都不是主攻部隊 對不對 所以當時沒有攻的族群 現在都在提布 這一次要攻1萬8000 用他們當主軸 那你就會自然而然想到兩個字 叫做什麼 買低嘛 再來呢 我不跟你說賣高啦 因為投信是這麼做 但是有的股票 聯發科你說他高還低 就我們的邏輯很簡單嘛 你週級別來個日落我就全出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 把握每一次敵部起漲的機會 尤其是出現像這種震盪 資金在做調節的時候 往往會誕生全新的股票 所以今天在這裡我要鼓勵全國所有的投資人 我的解盤會比跟一般投資人 想像的聽到的不太一樣 你一定聽過很多什麼 恭喜今天指數再創新高 恭賀怎麼樣 我早就告訴你指數會上去 可是你心中可能不見得有同感 對吧 這個時候就是因為 我們說股市節目 你要看到自己變內行 希望你變內行 看看真正的輸贏在什麼地方 來找對的人 就是跟著我一起做 禮拜一旦你買全新的股票 底部起漲還是一個 輪流起漲還是一個主軸 好 那我們看看貴買指數比較強 貴買指數週級別 你可以看到上個禮拜就是多底 今天已經空頭抵抗 今天已經成功了 這一根收在這個位置 那最主要是什麼 有矽晶圓嘛 對不對 有矽晶圓那幾支啊 環球晶嘛 這幾支有沒有 就是矽晶圓那幾支上來 你要控指數就容易了 但我們看一下那個 中鋼上個禮拜 站到季線的上方 好 那中繼整理 其實把這根黑棒化解掉 今天再創一個新高了 這個就是周線 已經形成一個多方格局 現在的回升 就是說手機的回升 汽車的回升 已經變成一個不可逆的現象 原物料的報價是這樣子 美元只要轉弱 原物料的報價就搶了 你要降息 美元就當然自然就 自然就走弱了嘛 所以縱使 短線上還會有所謂遇到的拉回 但是那已經不是重要了 因為從現在開始付出 往2004的大陸上 它已經形成一種不可逆的方向 以後拉回都是買點的 就跟你什麼手機 訂頭 那些東西都一樣 以後拉回都是買點 現在原物料也是一樣 對不對 這很多都是所謂的第一根 下個禮拜的禮拜一 一定會有 隔日沖的獲利了結賣牙 一定有 百分之百一定有 所以你也不用急 拉回的過程當中整理 還會有進場的機會 好 那我們來看看星光鋼 傳統上最活潑的股票之一 今天順勢的攻上去 再來是榮鋼 這些是包括台鋼集團 那今天就是要來講說 沒有鎖上去的股票 流上引線的股票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今天流上引線的股票反而更好 不用擔心說今天 一定要鎖上去的鋼鐵股 才是強的 你今天鎖上去的鋼鐵股 鋼鐵股明天會開得太高 對不對 一開開七八趴四五趴 你要追喔 那你後面一個十分鐘 被葛珠聰倒出來怎麼辦 你還不如去找鋼鐵股 在今天有流上引線的股票 老師有時候上引線的股票 怎麼不是比較弱嗎 不是 只是因為他們身上 沒有遇到葛珠聰的買盤 去掛單而已 所以我們看到像榮鋼 你看台鋼集團還有誰 九陽嘛 這個也是啊 榮鋼這個也是嘛 再來的話就是長榮 這個是貨運 這個貨櫃的長榮 那因為最近投信也證明了 他們在低檔買進是正確的 那注意一下 他們都已經來到五八十的上方 開始走最強的主身段了 德維這邊是帶動到了台辦 那今天我有跟葛珠聰講到過 有帶動到台辦嘛 好 那今天我們看到 有出現一個上引線怎麼辦呢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週末獲利了結賣壓 現在最明顯的當然是來自於中美金 還有包括合金 環球金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在月底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那當時是一個很標準的 它不回來記憲嘛 這種是屬於一種平行的走勢 開始到最後的加溫 從當時開始站到八十以後 就注定了這個行情要噴了 那有的人當然會跟我說 老師這邊死亡交叉 為什麼不先賣一趟 那你當然就是不懂 KD會講這種話 KD就是要找他八十的時候 然後死差找買點 果然在創新高 環球金這個部分 我們當時也跟大家做說明了 所以有人說 老師這一根長榮 長榮不漲 越盤越高 其實你在盤中能夠提供價差的 兩個月來就這麼一天而已 這種股票就是這樣 你拿不到錢 但是台盛科就是第一根的 毫無疑問 所以我們有跟各位分享 底部的話就是台盛科 本身又有台積的概念在裡面 今天盤中光漲停 這個就非常恭喜了 這個就是真的有把握住了 對不對 這個就真的是有把握住了 拉回來採際線 對吧 所以這個因為位階又低 然後價格又低 最容易賺到錢 那這也說明了一件事情 叫做什麼 電子股裡面的資金在做轉換 漲多的股票 它慢慢開始陷入一個震盪 這個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步零通道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張開 第二個穩定向上 第三個怎麼樣 上軌道往下壓 只要你上軌道往下一壓 對不起你就結束了 那這個有關於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為什麼抓節奏 這個部分會這麼重視 因為有的時候 你錢卡在裡面你套著 你看我舉個例子 這張股票叫做新日新 對吧 第一個有效日落在哪裡 在這裡 從它第一個有效日落開始 你也不能說它轉弱 但是就是這麼搞 對不對 因為你看 最強是照例 第一個有效日落在哪裡 在這裡 就從那個地方 你出掉就沒事了 你完全可以獲利了結 那你不出就是耗時間 那你不要說你買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這裡沒有出 日落沒有出 你看現在掉下來變小賠了 然後你跟我說折利頭機看不看好 這個就不討論了 對不對 不是說你看好 你就要抱著你的股票對不對 股票不是這樣做的 股票是做輸贏的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金豪科 記憶體這邊有上來 有帶動到低機器的股票 但是最強的一定還是在歷程 這個昨天光上漲停以後 你看今天唯一翻紅的就是它 所以記憶體封測這邊 其實變成市場上的重點 那當然投信就是壓在這裡 鎖這種站在80以上的股票 逢黑都是買點 迎接2024除舊不興來做換股 看法還是一樣 現在開始要把一些上個月漲多的股票 慢慢的去換到機器更低的股票 因為現在低機器的股票是輪流來做轉牆 所以你看第一輪有漲過IC設計 後來有漲過鏡頭 再來有漲過被動元件 再來有漲過車用 再來有漲過二極體 都漲過一輪了 後面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輪了 比方說莫斯比都還沒有輪到 對不對 今天只是漲二極體而已 然後原物料的部分也是一樣 原物料的話 現在只漲第一個部分 只有漲到鋼鐵而已 但後面還有很多細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延續兼前跟各位講過的 如果你手上的資金要做有效運用 當然就是要跟別人說換股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稍後再回來 來看一下位階低的好處 這滑晴嘛 對不對 你看所有那些板卡廠商裡面 你說位階比較低 你拉這個樣子 但是有細分 有一種是你在底部打底已經兩年了 還有一種是你 今年漲過 但是你拉回來重新打底 這兩個不太一樣 對不對 最大的差別在於說 我前面講的第一種 兩年沒動的那種股票 它的題材會給大家一種 比較深色的感覺 那滑晴的話當然很明顯 就是這一次在它季線上方 它整理了五天 好 那你看這就很容易拉起來 很容易拉起來 你不要看技嘉這樣子 技嘉也是 雖然沒有什麼漲 頭戲也是在那邊做買進 那有一種情形是像這樣 你看天宇 這頭戲你看在賣 對不對是不是在賣 有在賣 這像什麼你知道嗎 這像是智邦 頭戲在賣 那並不是說頭戲賣就一定是會下來 話不是這樣講 而是說你要去看那個邏輯 為什麼要看那個邏輯 你說頭戲去買貨櫃 然後你去賣網通 或是你去賣這個 比方說銅箔對不對 那有人說奇怪了 那是不是表示說頭戲 用一個簡單的二分法 難道要看好非電 看壞電子 不是這樣 對 不是這樣 這就好像我跟各位講的 細晶圓也是電子 是用高低位階去區分的 你看人家漲多的 我們先不管你頭戲賣完會不會掉下來 你看一個最明顯的 台光電就是 台光電這一根是頭戲 這一根頭戲 你看 他們之前買多最多是買這一段 買這一段你看到這邊 很多人就跟著頭戲買對不對 你看到這個為止 也沒有上去 那現在是誰 現在是資源 智邦 智邦 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你看智邦 這個地方他不買 不買就開始滑下來 除非要有市場上另外一種力量 把頭戲重碼接走 然後再把它拉上去 短期間之內你覺得機會大不大 看起來沒有那麼大 對不對 那都只有一個原因 什麼原因 就是說你漲多了 頭戲也不是亂鬥 人家是獲利了結 你不要看人家這樣 人家是獲利了結 你不要笑人家 人家是獲利粗 獲利粗 然後他們第一檔買什麼 買貨櫃 楊明超他們這次有 所以你說我講的邏輯對不對 買低位階的股票輪流脫離底部補漲 對不對 那你不要說補漲聽起來很難聽 不是 任何的回升創新高都從補漲先開始 你一開始你以為他補漲 你會覺得聯發科是補漲 結果到事後發現不得了 真正的魔王就是聯發科 所以你不要小看這些低檔轉上來股票 你現在要做的是2024換股 今天有原物料開始上工 聯發科這個大魔王從低檔反彈變成回升 大力光也是一樣 我剛剛講過了 再來我們看看雍智科 這也是一樣 很多的股票都是穿越了季線以後 這次有拉回做第一次的發動 封測股這邊注意一下 介面當然還有旺系 對不對 當時也是有一個回測這個季線的動作 然後我們看到 這張股票真的是腰 這個是在電信網通設備當中 有打入這個印度基建的一個超大的題材 還在命中最大的轉機對吧 這樣各位要康權從20塊漲到三倍了嗎 他這個威力就很像是 他為什麼要特別拿出來講 他符合幾個東西 第一個去日東升 第二個是什麼 所有隔年的腰都是從前一年的 一兩個月出現對不對 像不像 可是我現在要講的不是重點 他漲到這邊了對不對 他有一個大股東 持股他將近兩萬張 有Wi-Fi器的概念 而且還沒有漲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說 迎接2024是有很多股票可以帶你做進場 好好把握機會 播電話進來禮拜五 我帶你佈局全新的個股 然後我帶你來接收 那些條件 有很多股票可以帶你來 我帶你來押忍